这么多人认识你 你可得注意点 一举一动的言行 注意文明礼貌 那还用说 那就没人认识我 我不也这样 那我一开始 最早前谁 就是我拍本影片 咱家楼下卖葱油饼那个大姐 我也在那找事 她可热情了 她可热情了 我想说这谁 后来我仔细一看 她也戴口罩 然后我一看是卖葱油饼大姐 我想说 因为我去跟她买大饼 她以前她也没说 跟我这么大招呼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她说我是你的粉丝 我说谢谢 然后现在看到也是 我一去买饼去 然后他们家的工作人员 就说叫老板娘来 阿丹来了 老板娘就会出来 我就买一包饼 这陆陆续续真的是认识我人多了 有的人说 你被这个什么 嗯 被检视啊 被批评啊 就是因为你是个公众人物 这我可以接受 这我可以接受 对 但是批评跟检视的这个范围的话 大家可是得控制好 因为有的人就会编造一些 妈你知道 我最近看到一个最荒唐的一个 粉丝跟我发私信给我的 其实你也没掉块肉 那个 他说了他也没长肉 是不是 他没长肉还不说 他还造口语 刚才我们想在大人发吃十二锅 好多人排队啊 所以我们来吃懒得煮 哎呀 他们家有那个什么鸭肉啊 让我念念不忘 我觉得他们家小菜超级无敌的 当然有多少种 超赞的 那粉干啊 很好吃 人医生只让他是两汤匙 我爸还忘了吃药 给你蛋嘛 他不爱吃 我赶紧对啊 算这个吧 像这一家懒得煮餐厅的话呢 是客家的餐厅 以前我们就常常会来 但是呢 以前我跟先生都不太喜欢吃鸭肉 觉得说很韧啊 不好咬啊 不好入味啊等等 我家呢 爸爸是比较爱吃鸭肉啊 鹅肉这一类 鹅应该很少吃 鸭肉我爸爸比较喜欢 所以说就带他来了懒得煮 上次来的时候 那一盘鸭肉 哇好好吃哦 很软烂很入味 但今天的就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妈妈说有点觉得咬不烂 不过看我爸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的 我们呢 每个人还点了一碗卤肉饭 然后呢烫青菜跟两个小菜 开心就好 下次再点 我这小Q 我这小狗怕得只抖 就可能主人进去吃饭呢 把他放那儿了 这气费人都不敢笑 他这还怕 你看他只抖 你看 哎呀妈呀 好想去安慰安慰他 但我不敢摸呀 不怕 可贝不怕啊 他炸毛呢 不怕啊 刚才我在大润发遇到一个粉丝朋友 他说你好像丹丹呢 我说我就是 他说我有看你的 我来写写 我来把口罩戴起来 刚才没戴口罩 被人认出来 这是过人摇不动 那是饼干 妈你说啥刚才 那天 我说我在找事 逛找事 哦菜市场 有个结婚的 你是 帮他你妈妈 你有戴口罩吗 带着呢 这都认出来你了 这都认出来了 厉害 很厉害 这网友我太厉害了 这能认出来我就挺厉害了 关键是还能认出来你哈 就是我真的 你说这眼力超好 真的这眼力绝了 绝了 这句话很关键的 他说啥 他说你女儿长得很漂亮 说我长得很漂亮啊 谢谢 怎么这么臭美 人家夸你就说谢谢 女儿去看圣诞装饰 我认识了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叫帮爸都是开杠的时尊 帮阿丹起来的订阅 多少 小Q在这里 小Q打招呼 然后今天我们在外边吃的 去大瑞法了 原本是想说在这个大瑞法里边吃商店街 他有争先跟这个十二国 我好久好久没去那边 那十二国可能是后开的 然后都排队 家家排队 十二国也排队 正线也排队 想说算了 那我们就去吃了懒得煮 因为我上次带我妈 我爸去吃懒得煮的时候 就点那个鸭肉嘛 然后他们还挺喜欢的 他们还挺喜欢 上次那鸭肉真的很烂 我跟我老公以前去过那么多次的 那个懒得煮餐厅 他们家是客家的 我们都没有点过鸭肉 因为我老公总觉得说鸭肉什么 又韧啊 不好咬啊什么的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上镜看看你 不好咬啊太韧什么的 然后上次就是我爸来嘛 我爸爱吃鸭肉 然后就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都吃什么卤鸭呀 什么烤鸭什么的 改天再买烤鸭给我爸吃 然后就是这次的话 上次就点了那个卤鸭 我爸 上次点那个鸭肉拼盘 我爸觉得说挺好吃的 很 妈上次的烂 上次烂 上次我妈觉得很好咬 这次不行 这次不烂 这次不烂 这次我一块都没吃上 没吃了 咬不了 我给你夹一块 我看那什么 你也吃了 那我也没嚼烂 你又咬了 这次的不太好 真不太好 下次不去 下次还得去 这次兴许发挥失准 那家卤肉饭啥多好吃 上次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员工 那卤肉饭那卤汁 就是也咬的很少 所以说那碗饭很淡的味道 之前的话 这卤汁够的话 它真的就是味道很浓厚 下次下次再去 再给他几回 我还挺爱吃的 我还很爱吃那一件 然后我妈的话 今天我们一起逛大润发的时候 有人认出来我了 然后就发生了点趣事 就是那个姐姐的话 她是在做那个试试人员 然后我是过去尝那个咖啡 然后口罩就拿下来了 然后那个姐姐说 你好像那个丹丹呢 我说我就是 那姐姐还说 我有看你的 我说谢谢谢谢 然后后来有其他顾客过来 我就离开了 没多聊什么 她就离开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 我妈就说啥 我那天都找事 给她镜头 我刚来台湾没几天 完了就被那个人家认出来了 在找事 你跟我说 在找事 完了 那天我没去 没有 我自己出去送完你信 我就留着去了 完了她就问我 你是不是阿丹的妈妈 哎呀我说你好你好 我说是 你戴口罩了 我妈出门都戴口罩 还戴口罩 哎呀我真佩服 这眼力了 真的 那天你在楼下不也是 人家不也看到你了 我妈在台湾也名人了 是我妈 那一天我早就有名 早就有名 有名七十年了是吧 人家上一天来上户口 不就有名吗 也不是 那你觉得说 你觉得说那什么奇妙不这感觉 奇妙 以前来 我以前来都没有人认识我 这次 一下子给我拦住了 你是不是阿丹的妈妈 我说 我真佩服的压力 都戴着口罩 还没跟我在一起这两回的 完了关键 我还跟她看东西呢 走事儿 真服了 那么多人 在咱家楼下 你下楼下散步去 你不也是被碰到过 那是在这儿 在门口 然后也是戴着口罩 人家说你是阿丹妈妈吧 那人也 这人也挺厉害 他跟他站着等着 我以为他要过马路呢 其实他就看出来是我了 等我从那个那面对面过来 完了他就问我了 那圆碗就看出来你了 他就跟他站等着呢 挺有意思 多厉害哈 我真服了 我也是我那个什么 我这也是去年 今年这几月份 三月底四月初 咱家去环岛去了嘛 嗯 然后这一路上 就在花莲 我记得很清楚 在餐厅吃饭也被认出来 然后呢 在夜市逛夜市的时候 也被认出来 然后想说 哎我说这花莲这么远 怎么时候认识我的 后来我一想 可能是那什么 住桃园呢 或者是住 就是台北啊什么的哈 可能游客过去 花莲呢 我花莲的粉丝多吗 大家举手我看看 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台中有我的 那个什么 我有一个粉丝朋友总是 台中丹丹家族报道 哈哈哈 他给我起的名叫丹丹家族 嗯 等我以后的啊 等我以后那个什么 开那个什么 会员频道的时候我再来 要再跟大家公布 就叫这个名了 粉丝给我起的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起什么 哈哈哈 丹丹家族 哎有点像台湾那个 儿童频道那什么 什么 大宝小时候你看的叫啥家族 悠悠家族 啊对 你看 这叫丹丹家族 哎呦厉害了 真挺有意思 在台湾还有儿认识我 哈哈哈 在家有人喊你们 在家那都 在谁啊 啊有啊 也有啊 哎妈我在台湾也没人喊我 有时候糖尿印的那个都跟他留的 糖尿印就是咱家的院社区啊 小区啊 啊 完了他们都喊我 说走啊 上哪哪去 啊运动去 啊 有时候就跟他们 以前以前我从来不觉得有人认识我 会喊我什么的 就是最就是拍完影片之后 大家才认识我 哎戴着口罩不说话 我没跟你说我回沈阳的时候 啊 我在机在飞机上边 我在前面走 我戴着口罩 然后呢我女儿在后边走 也戴着口罩 我也没讲话 嗯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因为 飞机上那个走道不是很窄吗 那后边还要走呢 我就我就直接走过去了 然后我想说妈呀 这戴着口罩 我说这 这都认识我 我也没说话 我总觉得说我要一张嘴嘛 口言人能听出来我 我这也没说话 也认出来我 就像你说的 我太瘦了哈 好认 哈哈哈哈 上回不是咱们在图什么 书局啊不得认 别看出来 嗯好认哈 太瘦 我妈说我太瘦了 这么好认 哈哈哈哈 这么多人认识你 你 你可得注意点 一举一动啊 你的言行啊 啊 注意文明礼貌啊 对啊 哎呀那还用说啊 那就 没人认识我啊 我不也这样啊 是呢 那就是拍完影片以后这么长时间 这陆陆续续真的是认识我人多了 有的人说 你被这个什么 嗯 被检视啊被批评啊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这我可以接受 这我可以接受 对啊 但是批评跟检视的这个范围的话 大家可是得控制好 因为有的人就会编造一些 妈你知道 我最近看到一个最荒唐的一个粉丝跟我发发私信给我的 我带你上猪威鱼港了是不是 带我爸 对啊 你知道有一个人多疯狂的人 你知道说什么吗 阿丹他老辈老母来台湾呢 哎 今天那个在公园 有一个就是他儿子陪他爸溜玩那个 他还告诉我了 你告诉你女儿带你去那个过了机场不远 有一个鱼港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猪威鱼港 我说去了 他两天刚回来 他说啊去过了 就是那鱼港 然后你知道有个人说 那个就不知道这个人脑子怎么了 他说 你阿丹带他老辈老母来了之后啊 都带都是去那个什么 港口拍拍那个什么 涉密的那个影片 啊 涉及到涉密 你说那我们去那路线 还去了海边 然后去了那个什么 渔获中心 你说这两个地方 那Google都有 地图上都有的玩意儿 还用我拍啊 然后你知道这人的脑子 你知道咋的了 我觉得说 我还放到影片上 被你抓住了小尾巴 你说有可能吗 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 你说这咋想的啊 不可思议了 这么污蔑我 你知道吧 就我可以被检视 我做的如果不对啊 什么的 但你没戴口罩 这都可以说的很 我说哎好嘞我下回注意 但是你胡说八道 这种话没意义对不吗 对 你说我上大能拍啥去 那还用我拍啊 那猪威鱼港 是吧 那地图上不都有吗 哪条路哪条路呢 咱就现在说啊 卫星现在科技多发达了 这人也不知道是活在活在哪个时代的 那卫星你知道 就是卫星啥拍不着啊 对啊 是不是咱就说 就算有一些隐蔽的东西 可能会在大山里头 什么之类的 无人机 对啊无人机 你看我妈都知道 这人可能比你说的 怎么那一百多岁以上 那麽说不出来这话呢 那啥想的 阿弹都带他妈他爸去拍机密 都是拍港口海岸 你真的麻烦用牌啊 搞笑了 老了人跟他拍了 完就赖我了 我就涉密了 他在别人的影片下边 就专门攻击我们路配的 说我们这个那个 我的粉丝截图给我看 我就哈哈一笑 我说这我这今年度 我觉得看到最荒唐的留言了 哈哈哈哈 当笑活 当笑活看看就好了 一笑而过 对看看就好了 这这样的人真的就是 什么脑子咱们都有 其实你也没掉块肉 那个 他说了他也没长肉 是不是 他没长肉还不说 他还造口艳 他编这个虾污蔑别人干嘛呢 对呀 对自己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污蔑别人 我就当是什么 他造口艳 别人跟我说说他造口艳 他帮你消灾 帮你消口艳 那我好累 这么一想就舒服多了 是 那好了 那就明天见吧 好明天见 拜拜